跟了更多的講之後 那麼你在跟父母聊的時候 他們會不會覺得當初反對你是 當初同意你是對的這樣就好 不知道耶 我父母親我覺得他們最好 最酷的地方就是他們都不跟我講我的事業 就是我覺得比如說我在家裡 他都沒有 我媽媽一點都不信嗎 我每次都講 有很多人碰到媽媽都講 你媽媽不會想信嗎 我說最好不要想 他就完全我回去他都不會跟我講工作 他也不會說 怎麼樣怎麼樣你穿什麼衣服 反正就是你就是我女兒就是跟不同的女兒這樣 對 因為我們知道你從小功課就很好 所以你當時不去念大學反而去念 他很失望 媽咪失望還是爸爸 我爸爸都是那種很傳統的那種沉默的爸爸 他到底想什麼我不知道 因為他都不會講 那都是透過我媽媽講 然後那時候他很生氣 媽媽很生氣 而且我記得他是說很氣很氣 然後講了一些很難聽的話 然後那時候我就叫我的製作人徐環良來跟他講 因為我覺得我不夠好講 而且徐環良很會講話 而且樣子很像一個大好人 這很重要 對 然後他來了 然後就真的說服媽媽 說服你媽媽讓你念藝術學 沒有 藝術學院是我自己說服的 是那個簽約 簽約 而且那時候我也不能簽 因為還沒有夠21歲 所以那時候是我媽媽簽的 可是會不會覺得說 如果再過多的這個堅持 萬一有一天你會怪他的話 那是個其他的遺憾嗎 不會有人這樣想 沒有 那時候我媽媽她後來答應我的 她的原因就是她說 我不想以後你不開心來怪我 所以還是讓你去吧 不過那時候有一個所謂的協議就是 她講 OK 你現在還年輕 所以你就去追求你的夢想 她說假如你唱了三年都是很差 她說那你就會去讀書 我說好 對 那你當時要念藝術學院不念大學 你是怎麼學的 那個時候我就一直跟她說 這是我喔 對我記得我講的是 我說 欸假如我去大學 我覺得我也我也不會說很厲害 我說應該就是就是這樣 我說永遠都是average 中間的 我說因為我已經沒有興趣了 我說不過假如你給我去念藝術學 我很有可能是那種第一名的那種 那結果呢 後來都我沒有畢業 我沒有畢業 因為我沒有畢業 不是因為不行 而且我那時候在學校真的 我覺得我這一輩子 從來沒有那麼模範身 我從來功課 就是還沒有到期就做好了 什麼都是都準備好 而是因為那時候 我覺得很奇怪 在藝術學院呢 很多東西是很 很實在的 不是理論的 那學到我第二年的時候 我第三年就畢業了 就開始覺得有點悶 很想去把我學的東西做 做出來 那後來就有這個唱片約的這個機會 我就去跟我校長聊 那我覺得我校長很棒 就是他說 他說不可以告訴別人 他說一個校長 我當然要你留下來 不過一個朋友 我覺得你可以走 所以後來我就走 所以並沒有把他念完 對 那你將來還要把它學完 因為它還是一個制度 還是一個制度 當時做選擇事業還是學業這樣 我有想過 可是我真的很不 我既然習慣了這種自由的方式 我不知道我還想不想回去校園 去校園 不過可能腳有那種所謂master class 他只是給你來上一些課 可是你並不需要做完那個 那個校長對你影響蠻大的 很大 很大 我覺得你命蠻好的 這個校長我覺得蠻人性蠻可愛的 對呀 我就說沒有人會相信校長會這樣子跟你講話 而且他我覺得他給了我很大的信心 那個時候我在念書的時候 他每次都說 就是他每次都會跟我講一些很鼓勵的話 like like 就是他對我很有信心 然後他每次叫我 Yung Lady 他是英國人 他叫我 Yung Lady就是小少女 他說 其實你很多事情你以為你做不到 其實你都做得到 而且他經常說 那時候我出了唱片 他每次都要撈到 然後他說 你什麼時候去演一齣音樂劇 他一直要我去演 因為他說 你別忘了 這個是你很強的地方 所以你不可以就這樣子 唱一唱流行歌 然後 我還記得他 他每次都說 流行歌呢 是 是很 對他說 每個月有新的口味 他說你一定要去做一些比較實在的 可以經典 可以流程 對 他有沒有去看你的雪狼 我那時候給他票了 他有工作 所以他不能夠去 不過他送了一大籃花 跟我說對不起 好 我們來聽聽看這個陳媽媽的說法 好不好 我們這個 特地的 對啊 我還沒看 我們是覺得很 很意外了 因為我們心裡面是想他念大學的 那麼突然間他 說要去念那個戲劇 所以我們有一點失望和擔心這樣 那後來 因為我們工作很忙 就由著他去他的選擇咯 現在我們也是覺得好像很可惜這樣 因為他行事念書也是蠻好的 那麼蠻用功的 那麼所以覺得很意外和不大不大好像不大喜歡 後來他好像有參與一些廣告歌之類的啦 那麼在那個螢幕那個電視機的螢幕上看到也聽到的也是覺得他好像很很投入很用心這樣啦 我們也覺得他的選擇沒有錯啦 他就是小時候啊 他好像很怕陌生人 就想不到他現在大了就 站在舞台上對著這麼多人 是在意料不到 我記得他讀三年級的時候 他有一天跟我們講 我長大了我要做醫生 那麼我們說好啊 然後各幾天他告訴我 他說不要了 我不要做醫生 因為我 他講 我怕我那時候度完的醫生的時候 我已經沒有位子給我做了 他有一點叛逆啦 好像譬如說你叫他做這樣東西 他未必要做 你走開的時候 可能他不做 他就敢叛逆你 其他的姐妹就不敢 那你叫他做 那他當然把事情做完 可是他就不同啦 可能 可能你走開了 他就不做那樣事情 他中學的時候一個時期 就有學人家懶紅頭髮之類的 因為我們是比較保守的家庭啦 那我時常都會講他啦 或者捧嚇他 你今晚睡覺了 我半夜來剪這個頭髮 那麼他就很怕咯 很怕那麼就會說 整晚拿布包住那個頭睡覺 我先生啊 他也是 就是因為他男人就比較不講家庭的事啦 不過他有時候在報章上看到啊 他有一次他好像是那個喉嚨 喉嚨生那個好像怎樣講 發言還是什麼 他也一直唱唱到 唱到真的唱到不能夠再唱啦 然後爸爸也是很心痛重 哎呀實在太辛苦他了 就是這段畫面非常難得 而且媽媽不上電視 我媽從來不上也沒有給記者訪問過 本來他也不願意想後來 我說台灣沒有人認識你 他說對對對 他很害羞 萬一正在東南亞播出的話 頻道上看到嗎 他會看到自己耶 不會我家裡沒有 cable 他會害羞 有好友搞不好會看得到 你還有三個妹妹是嗎 沒有 兩個姐姐一個妹妹 兩個姐姐一個妹妹 有中間 是 你有什麼小時候口急又自閉 對 那就是念幼稚園之前 對所以我就想一想覺得滿奇怪 是那種很害羞 害羞到比如說親戚朋友來 我就躲在房間 然後他們就是喜歡這樣喵你一下 我就會哭 然後以前有很嚴重的那個口急 對 後來你有教育嗎 還是 就自然好了 父母對你的教育的一個態度呢 或者是 我覺得很好 以前當然不覺得 以前老是覺得父母親哪邊哪邊不好 對 後來我覺得 因為我注意到他們是很多那種小事 比如說軟航頭髮 紅頭髮了 或者說穿耳洞 或者說穿迷你裙 他會管這種東西 那我就覺得說他們很無聊 為什麼管這種小事 可是反而他們的想法是 小事他要管 大事他沒有管 因為我覺得這樣子很好 真的很開放 我覺得他們真的是思想開放 可是 行為保守 對 但是你在那個愛德華王子面前獻唱 他們有沒有非常的proud 那個時候我好像沒有告訴他們 真的啊 那個時候 這麼大的事情 在學校沒有跟媽媽講說這件事情 可能有吧 因為那個時候還是那種比較叛逆的時候 就比較沒有跟他們講話 對 你怎麼會被選為配到這個 我校長 校長很偏心 Young lady 我校長 就是那時候 其實學校的同學有點不開心 因為他們覺得說 就是其實是 那個主辦當局就說 OK請你們藝術學院來表演一個東西 他們沒有說要一個人或者你可以有很多人 不過校長只是叫我去唱一個solo 所以校同學就很不開心 為什麼要唱solo 為什麼不唱 對啊為什麼不一起合唱 對 我也不知道 你是唱什麼歌呢 西貢小姐 裡面的一首歌 為什麼要唱西貢小姐 你特別鍾情那個 你這是錯過的事情嗎 沒有 那個時候 沒有我是先唱的那個 才有機會去 後來去英國那個是遲一點的事 那是後來的事 所以你原來就很喜歡那個 沒有那個時候是我下場選的 那時候我都不懂 是是是是 所以你就有這個緣分 你將來有一天還會放到這個皇家的這個劇院照稿 要演那一幕 那個也是怎麼樣 也是一個緣分 你知道嗎 那個時候是我們去倫敦 去實習那個幕後的 就比如說跟那個燈光啊 舞台經理那種 那後來就跟了一個禮拜 然後我記得是 差不多快要接近那個玩的時候 那個舞台經理有一天 他突然轉過來說 你知道嗎 他說我們每年都要找一些 又會唱歌又會跳舞 然後會演的一些亞洲女孩 他說不過很難找 我覺得你樣子蠻像 可以演西宮小姐 他說你會唱歌嗎 我說會啊 然後他說你要不要 audition 那時候我說可以嗎 因為我知道他們每年都會登報紙 然後就幾千人去 那我說不可能這麼容易吧 他說 既然你都從這麼遠的地方來到這裡 我覺得很可惜啊 我說OK 他說When 他說Tomorrow 我覺得這個是我性格 我覺得通常是 當有一些很重要的絕子要做 我通常是 來不及考慮 很快的 對我就好 就這樣 後來好了之後回去 睡覺就睡不著 我說怎麼辦 我要唱什麼歌呢 才來想 後來就好不管了 就這樣子 然後就去做了那些 你能唱歌跳 everything 不過我們最好就是說 你的英文非常好 而且你很 有一個特技 大家不知道 會模仿各國人的這個口音 我好久沒有做這件事 你就不要亂 你 一定是